大家好,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讲时间的基本表达 好,同学们,我们看一下我们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段 这个是我们的早上太阳升起来 然后呢,又到了晚上 这个呀,是我们一天当中从早到晚 当然啦,在从早到晚的一天当中有不同的时间 我们该怎样去表达呢? 好,今天呀,老师要教大家一起来表达时间 我们看我们表达的我们的时间是用我们的时钟来钟表计算 看我们这个钟表,它上边显示的时间是8点整 我们说在表达几点的时候要用it is也是缩写为it is 当表示整点的时候还要加一个o'cl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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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整点 几点我们就说,数字几就可以了 It's eight o'clock 它表示的是八点整 It's是来表达几点的 It's eight o'clock 是,现在是八点整 我们再看这个时钟 它上边显示的时间是十点十分 十点十分 我们说当不是整点的时候呢 我们后边就不用加o'clock 表示几点几分的时候 我们先说小时再说分钟 同样的是用It's eight 小时是十 我们说ten 然后再看分钟 同样这道题很巧 它也是十分 我们还是ten It's ten ten表示现在是十点十分 好,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时间是一点整 我们说表示整的时候要在后边加一个o'clock It's sorry It's one o'clock 表示一点整 好,下一个是三点整 It's three o'clock 六点整呢 It's six o'clock and 12点整 It's twelve o'clock 表示时间的时候用It's 缩写为It's It's 加具体的整点 几点 后边加一个o'clock 这个呢是整点的时间 该怎样去表达 同样除了整点 还有半点啊 还有这些时间 该怎样说呢 第一个 两点十一 我们说两点十一 先说小时 It's two 然后再说分钟 是eleven It's two o'clock 表示两点十一 这时候不是整点 大家记住后边不用加o'clock 下一个 四点十分 我们先说小时 四 四 It's four ten 表示四点十分 OK Next 七点二十二 我们说 先说小时是 先说小时是 seven 然后再说分钟二十二 twenty two 表示七点二十二 好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 是九点十七 我们说 先说小时 It's nine 再说分钟 十七 seventy It's seventeen 表示九点十七 好 同学们 现在跟老师一起连一连 看一下这些时间 大家会表达吗 the first one 第一个 五点整 整的时候 我们直接说 It's five 后边不要忘记 加一个o'clock It's five o'clock OK 下一个是七点二十 七点二十 大家先说 小时是 seven 然后再说 twenty It's seven twenty Yes 9点十三 It's nine 先说 小时 nine 再说 thirteen 然后再说 thirteen 说是 十三分钟 最后一个 十一点整 It's eleven 当然 当然了 在这个eleven 后边呢 应该加一个o'clock 当然不加 也是正确的 好 同学们 跟老师一起看一下 今天讲的时间的表达 讲了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对整点 一种呢 是对小时 分钟的表达 整点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说 eight 加小时 five six seven It's seven o'clock It's two o'clock 表示 哎 两点整 七点整 这样 后边呢 是 有小时 有分钟的 我们先说 小时 It's three ten 是 现在是 三点 十分 好 同学们 这两种表示 时间的方法 大家会描述了吗 我们这节课 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